四海都没有闲在里边,都种了 但是到了饥饿的时候 欠收的时候,活活饿死的是农夫 收获代价最少的 对于劳动代仿惠最少的是农夫 但是呢,当我们不是在以物异物了 我们也不必用贝克来做一个壁纸了 我们用金钱来做壁纸的时候 那么你无论是黄金也好,无论是白银也好 当人慢慢越来越多了 我们开辟的土壁越来越大了 于是呢,越进步,经济越发达 这时候,你弄多少金子来运来运去 很不方便 聪明人开钱庄了 所以古时候,我们说山西人最有钱 山西人开钱庄是山西人发明的 所以钱庄呢,就怎么样了 我有钱,你们也都知道我有钱 但是这么多钱拿起来不方便 我来开个票据 把我的钱庄的信,这个东西盖上戳子 你拿着这个呢,因为我各地的钱庄很多 你从这儿,从山西你要到了河北 你想要买东西,我给你一张我的钱庄的票子 你到了河北的话呢,你带我的钱庄一对 你钱就有了 你说这个方便不方便 于是钱庄呢,越来越来越,他可以自己开票子 他可以没有这么多钱呢,也没关系 先开个票再说,于是这儿票子流通四海 当他流通四海的时候,他没有本钱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这是票子 就变成金钱 这样的话呢 于是越会有钱的 越富的 富者越富 穷的呢 没有钱 贫穷的贫 只能分贝啊 把一个贝要分开啊 你不穷了吗 你当然就穷了 就贫穷了吗 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这样 在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国 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金棒了 英国的金棒啊 是流通的货币 等到大战以后 美国兴起来 于是美国呢 美金就突然间 变得强了 于是 就是三块美金 换一个金棒 起先大家 还不大习惯 怎么金子变成银的了 慢慢呢 美国越来越富越来越强 于是美金呢 就变成一个如同的 国币了 所以大家一说 我们都拿这个 美金这个符号 这是美金多少 现在麻烦到了中国了 金融危机 美金 一点点下来 这个牵涉到 这个欧洲的欧币 大家假设看电视 看到现在 欧币变成一个 一个争执的一个 元 破源了 那么当这个 赖国钱 都在那边 变动的时候 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头一个不受影响的 是我们中国人 所以人民币 变成现在 全世界 又羡慕 又来挑剔 又来讲 让我们 逼着我们升值 现在是 还是美金的制度了 那么 这个 美金换成人民币 6.825 大概是这样 是不是 现在他逼着我们 要把 这个6.825 要 升 要加升 于是要把人民币提高 这样的话 美国说 这样的话 我们做买卖 这个钱 就太值钱了 太值钱了以后 于是 我们的贸易 也就差了 所以现在 在争人民币 还没有完 这几天是欧币 尤其是这个 意大利 西班牙 还有什么 几个国家 都在那儿 忧逆自己的货币 人民币呢 我们政府就挺住了 我什么时候要升 我升多少 是我们国家的事 你不能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 我们爱什么时候升 我们要升多少 那时候我们自己决定 所以现在呢 大家不吵了 可是还是等着我们人民币 升值 这个东西 挥到的多少 不知道 但是因为谈到商 我们想到了货币 有货币 从宝贝的贝 到了金钱的金 现在呢 我们知道 所谓商人 他是对于有跟无 把代替古书最古的 隐义义乌 所以呢 从汉朝 初年 就开始 就是说 我们